身体阳虚,湿气还重 重景,温阳沥水第一方 补阳气,扫湿气 阳虚,湿气重怎么办 今天崔医生教你一个名方 温阳沥水 现在身体阳虚,湿气还重的人群非常多 如果你经常手脚冰凉 懒得说话,身体倦怠 大便还不成形 肢体浮肿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淡胖 这多半就是阳虚湿气重了 这就是中医讲的阳虚水饭 今天崔医生教你用一个古方 温阳沥水 中医上讲水为阴邪,非温不化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诗 就要温阳 温哪里的阳呢 脾阳和肾阳 体内湿气重和脾肾阳虚有很大的关系 脾肾阳虚怎么来的呢 和我们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而且脾阳虚和肾阳虚又是互为因果关系 有的人肾虚不能温阳脾阳 导致脾阳也虚 有的人是脾阳久虚 不能运化水骨精气以充养肾气 于是导致肾阳也虚 所以说脾肾阳虚非常容易出现 而脾肾阳虚和湿气也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我们脾肾阳虚以后 动力确实就代谢不了水湿 反过来说 弹湿本为阴邪 阴邪呢是会伤阳气的 弹湿集存越来越多 对阳气的伤害就越来越大 这样的人身体看起来虚胖 但是比较怕冷 四肢手脚不热乎 容易疲劳 容易冒汗 容易变糖 平时脸色比较白 脑袋呢昏重不清醒 严重的还会水肿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得给它补阳气 要沥水湿 阳气足了 可以把水湿之气呢给蒸干 水湿沥出去了 阳气也能补进来 如何来补阳沥水呢 伤寒论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叫蒸五汤 很简单 只有五味药 蒸五汤是如何做到温阳沥水的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读一下蒸五汤 看看它都有哪些成分 你就会明白了 第一梯队加了富子和生姜来温阳散寒 富子的最佳搭档就是生姜了 生姜一方面可以减轻富子的毒性 另一方面富子呢 壮阳助生姜散水 生姜呢 宣散助富子煮水 这两位组合呢 让我们体内的水液 该排的排出去 该蒸腾的蒸腾起来 让水液呢 重新循环起来 第二梯队加入了白竹和白芙苓 白勺来健脾滴水 这其中白竹 芙苓健脾 益气 白竹呢 偏于造湿 芙苓呢 偏于利食 勺药 补血 脸因缓急 同时还能利小便 这三味药协调发挥作用 将水湿从各个方面排出去 总体来说 富子呢 温壮肾阳 使水呢 有所煮 白竹呢 健脾造湿 使水呢 有所制 生姜呢 宣散水气 芙苓 淡肾利水 勺药呢 既能脸因合影 又能利水气 并能引阳药入阴 更能制约 富子温造之性 方药相互为用 可以说是温阳利水第一方 正午堂就给大家解读到这里了 有不明白的可以留言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